请谈谈推压股和前例股股可以选择哪一种 上周也说过 推药用品股大肆破坏 相信也应该有机会向好 今天来说 如果真的要选择 反而会比较在偏好股里面 偏好股就是特步国际 看近期公布的数据 特别是6.18公布的数据 电商的销售其实是在那几只未必有公布 但特步公布出来的数据是挺强的 所以你记得它的股价近日的表现是较为强势 其实是想挑战年初的高位 但今天就差一点点 如果整体的大股市是配合的话 我相信它有机会突破 其实是你意义的高位其实是不企 你可以上网回去 如果真的突破完 你再上网去到什么位 我认识到15个岭 16元 那就是初步的目标价 再看今年来说的销售增长 其实也保持得到一个不错的增长 就算那个环境不是那么好 也好 另外 向下的话 如果想去定一个止涉离场的位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位可以做 一个是短期的6月中这些水平做出来的 即是13元 即是高位13元 即是如果失去13元 其实这个也会跌穿近期来说的升跪 如果你的承受风险能力 可以高一点的话 可以低一点 这个range的底部 即是挡近12元 如果真的穿了12元 你才考虑进行一个短期止涉 否则你会说这个 如果你的注码不是很大的话 其实你放入评论里 你看一下整体的消费 以及体购品的销售好转发量 其实整个sector 我觉得是long term 中长线 其实都是一个有potential的行业 这种特步其实是其中一种 size 较小 以及增长动力 其实我相信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动力 可以保持得到的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